今天好賣 好賣 好幾名便衣警團團包圍 仔細搜索 車上掌募 主要是羽衣 穿著卡通外套 左手上卻有一塊刺青 尼西嫌犯 涉嫌搶劫前老闆 用於便裝尾隨 最後用電擊棒請搶 14號我會想到 3年前那個就是他 那天他就是要來偷的 那天他就要來搶我的 他已經缺錢缺到 真的是蠻 我覺得 怎麼會缺成這樣子 尼西嫌犯低著頭 被警方移送 當初刑搶的囂張企業 全沒了 本因為便裝尾隨 沒人發現 卻被前老闆認出 成了破案管件 之前在那家公司 我是聽說啦 也不是很確定 因為他有打那個 那個老闆的弟弟 所以老闆就不要用他 那後來聽他們員工 講說他有拉K過 糟結了被害人 是一名手搖引原物料供應商 平時都會帶著 代表現金在身上 甚至高達上百萬 卻成了前員工 寄予的對象 上個月20號凌晨4點 他正要去捷運站附近取車 被零星嫌犯 亮出電機班恐嚇 搶走7萬元陷阱 還不滿足 連包包證件一幣全拿走 騎車逃逸6小時就落網 我姓老闆执任就是說 他在107年2月份的時候 有聘請這個員工 那因為這該員工 生活作息不正常 所以在6月份 就已經請他離職 朝工作不順 又跟老闆有摩擦 新生歹捏 鎖定老闆行動下手 這下變成強盜 辜負前老闆曾經的苦心栽培 就坐吧